大家好 我是富三香糖的 黑鞭 我又来了 嘿 那新的一年就快要结束了 那紧接着呢 就是过年 那我们在这一年里面 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们就留在这一年 然后新的一年 我们就拥抱好运 让我们生活可以变得更好一点 如果说 你现在急切于希望自己的生活 可以有很棒的提升的话 那我黑鞭这边 来介绍东西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 今天黑鞭来介绍的就是 台湾檀香手珠 这个手珠呢 它是由台湾硝南木所制成的哦 那硝南木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它在台湾是独特的原生植物种之一 也是台湾正业五大木之一哦 但是它生长的慢哦 那因为这个特性呢 它的材质会非常的细腻 而且质地坚硬厚实 常被用来制作成各种家具雕刻 因为它十分抗白蚁的侵蚀哦 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香气 有别于印度老山及澳洲坛香的味道 它的香气会加一种清新香甜的味道 很类似于黑糖味 很甘甜 甘甜的清香味非常的好闻 那也是因为它这个香甜的特性呢 它制作出来的木屑啊 会被拿来制成香品 又称为台湾檀香哦 现在是属于台湾的一级国宝 为什么现在是一级国宝呢 因为台湾在近几年 把它列为 非常的珍贵 是一种独特的国宝之友 非常的好的一种木材哦 柏珠呢本身也带有平安之意 富有正念的磁场 可以帮助你招来好运 甚至是来帮助你趋吉并凶哦 带着它呢 也是在提醒我们自己 一定要为人向善 遇事要圆浓 放宽身心与人结下良缘 然后抛开无畏的烦恼 使自己充满智慧 使自己迈向更好的人生 好那以上就是台湾檀香手术的介绍 那我这边还要再跟大家介绍 我们另外一款手术 印度老山的皮修手术 它也有台湾肖南木版本的款式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官网或是虾皮 做购买 这个皮修啊 是中国传说的瑞兽之一 是龙森九子的其中一子 那皮修呢 它只要负责天庭的巡视工作 所以要负责抵御 我们妖魔鬼怪的入侵 以及恶意紧闭的到来 所以它是一个能避邪化煞 正宅忘财的一种神兽 它还有一个特性呢 大家把东西吃下去之后 它是不会排出来的 所以它喜欢吸食魔怪的惊血 必将其转化为财富 那因为这个特性啊 它只要咬住了财富呢 你的财富啊 就会被留住 而且会源源不断的一直进来 会帮你招来采运 带着它呢 就是可以让你 虚极病凶 并招来采运哦 那我们今天的介绍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呢 就是会跟大家主要介绍 印度老三 我是黑鞭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帮我们按赞这支影片 开启小铃铛 我们分享出去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